OK 那各位呢 在講這個之前 剛剛同學問說 我們這個軟體放上去了沒有 好我現在趁這機會呢 先跟你講一下喔 你啊進到了我們的資料夾 進到了我們的網路硬碟 不是打開我的資料夾嗎 打開啊你就看到這個了 就這個麻煩你就把它扣回去了 扣回去啊 那麼呢不管是放在選人碟 那麼你放在選人碟以後呢 帶到你們家一樣把這個資料夾 扣到你們家的電腦去放 放完了 放在西草低草都不要緊 放好了再來打開裡面的資料夾呢 找這個就對了 找這個有沒有 在找這個之前 正是去點它之前啊 麻煩各位先把這個Kitchen打開 為什麼呢這個資料夾打開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Install文字有沒有 這個 這個裡面打開的話呢 是一堆英文對不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序號 你在灌的過程它會要求你輸入序號 Siri number對不對 再來它還會請你呢 輸入一個product key 就是產品的鑰匙 這就是它的鑰匙嘛 好OK 所以呢這個地方就請你把它記一下 抄起來之後 接下來才開始灌 那灌完之後呢 灌完之後呢如果順利的話 灌完之後呢 你看看你的電腦是64位元的 還是32位元的 怎麼看喔 欸基本上你的電腦如果是 今年才買的 或是今年初買的大概都是64 你當初買的時候基本上呢 如果是notebook的話它應該 你可以看一下 齁那麼呢 基本上應該通常都是32比較多啦 64的話呢 比較少 64的話相容的軟體比較少 好 那麼呢 詳細的啊 如果不太清楚 你可以問你們另外一個老師 你不是叫你們廣路那個老師嗎 對 你可以問他一下 齁 我對這方面我是覺得 呃 32我是 我們家我們家是32的 我今天才是煮的 那我當初買那個 當初煮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我要32的 那他就會在設定上面 或是在買 才買那個印紙上面 他會幫我看 了解了齁 好 那麼呢 OK了 現在繼續往下講解了齁 那你是不是把他加上去 你再把他加上去就好了 你沒有沒有 反正你現在不是要用這個了嗎 你現在不是要 已經要用我們這個軟體了嗎 那你那個 舊的就把他砍掉 齁 齁 你那個 隱藏起來 那個隱藏起來 那沒有關係啦 那個只是被隱藏起來而已啊 齁 齁 那個隱藏起來 那個沒有關係 好來 繼續回歸正 回歸我們的主題了齁 怎麼樣來做淨色呢 注意看齁 通常淨色啊 我們不會在立體的狀態之下來做 所以通常我們建議你 回到我們的正式圖 齁 回到我們的正式圖 或者回到我們的上式圖 好 現在各位看到的是上式圖的情況 我要把 假設它是左腳 我要把它淨色到右邊 變右腳 對不對齁 我把它淨色一隻 各位 從上面看 我們的魚腳應該長怎樣 就是這樣子 從上面看 假設現在是這一把 我先淨色過來 這樣懂嗎 再淨色上去 好 OK 所以現在我們先淨色過來 好 來 選到東西啊 我們要去淨色 好 注意看齁 注意看齁 當我按了淨色以後 在這個地方 各位找到這個指令了嗎 看到了嗎 這個 這個按鈕 MIRROR 這個 我點到東西 我去按淨色 好 各位 請看 這個時候 你首先 先不管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是指淨色的基準 軸或基準面 比較關鍵的是底下這個 COPY 複製嘛 因為你原來的不要動啊 我是要複製一次出去就是COPY COPY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只要TOP這會告白人 它疊在一起 今天不管是M走也好 Y走也好 Z走也好 不管它 反正其中一定會有一個 是我們要的 可是關鍵是 你只要TOP這會告白人 這樣子的話呢 不是不行啦 等COPY完以後 比如說 選COPY X走呢 這是我們可以的 這是我們要的 按了OK以後呢 你再去把它移開 其實是沒差啦 這樣都會是嗎 那麼呢 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好 我現在先把它刪掉 現在我要用第二個方法 請注意看喔 那麼呢 當我們呢 好 我們先把東西選到以後 在做靜色之前 在做靜色之前 先把它的三項走先移出來 我曾經提到過一個方法 我不曉得 我們曉得 記不記得 叫做Affects people only 各位記不記得我做過這個動作 你現在呢 再看一次 如果今天呢 在靜色之前 先把他的三項走移出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在靜色之前呢 我先到上面 各位注意看喔 在第三個面板 一 二 三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你如果怕不怕自己 就把他的按鈕畫起來 這很簡單 一畫就知道了 底下呢 有沒有看到 Affects people only 就是這個按鈕 對 你把它點一下 感覺它沉下去了以後呢 這個時候 你呢 就可以用移動的指令 用movie 移動的指令 你先把它 這個三項走 先把它移出來 有沒有看到 把它移出來 好比說啦 我把它放在這邊 移到這邊來 好了 移到這邊來了之後 移到這邊來了之後呢 OK了 我再把這個 Affects people only 這個按鈕 我再把它按掉 好了 按掉之後呢 緊接著 我就可以 去做我的 鏡射了 好 各位你看 它是不是就直接 就跑過來了 有沒有 它就不會 跟它原來的 疊在一起了 這樣就回事了嗎 因為我是先用 Effects people only 按下去之後 我用移動的指令 把它的三項走 我先抓出來到這裡 好 抓出來到這裡之後呢 記得 移完以後 OK的 要把這個按鈕 要把它按掉 按掉之後 你呢 就可以直接去做 鏡射 鏡射呢 它馬上就 依這個三項走為基準 它就鏡射過來了 好 好 明天請假 OK好 那麼呢 你把它鏡射過來之後呢 那麼記得 Copy喔 至於呢 是X軸 是Y軸 還是Z軸呢 不見得 反正其中一定有一個 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然後呢 Copy以後 按OK 好啦 這時候呢 我們的鏡射就完成了 你看一下我們的正式圖 那麼呢 我們的正式圖 兩支就出現了 好 我在這邊等各位 我在這邊等各位 來 請各位 先鏡射一支到右邊去好嗎 從上式圖來做喔 記得從上式圖來做